中国北京市丰台区一处集中售卖建筑材料的五间市场 二号深夜约十点突然发生火灾 有目击者指出火灾发生时 有20到30米高的火焰带着滚滚的浓烟冲上夜空 市场内还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火势猛烈的惊人 你看到这两栋楼啊 我们到达火场的时候呢 这整个这两栋楼是被这个浓烟笼罩 这边的就是已经都烧穿了 烧穿帽顶 火苗子的帽顶以后呢 它穿能够得到居民楼了 情况非常危急 这帽顶的火苗子呢 能穿到大概五六层的高度 由于火势太大 北京市政府派出多达75辆消防车 和450多名消防员到现场灌旧 北京市委副书记和几名领袖 也深夜赶赴现场查看 今天凌晨 北京消防队发布通报指出 大火已经受到控制 共有2200平方公尺的市场面积 遭大火烧毁 大火扑灭后 现场只剩一片焦黑的废墟瓦历 但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一起火灾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市场内和附近的200多人 都及时疏散 至于火灾的噪音 则还有待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